妳就給自己一個目標想說那是不是26歲的時候可以結婚 但後來發現沒辦法 到30歲的時候可以變成這樣的風格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哈囉米30我來了 平常早餐都吃水果跟一顆水煮蛋 5分鐘到10分鐘就可以把頭髮跟妝都畫好 英國人基本上有些比較難清淨 你有試過英國的嗎 欸有 這個之前周開有寫過 這段可以剪掉 現在的妝容怎麼樣 蠻喜歡的 偶爾可以享受一下這個不一樣的感覺 這邊是Mr.T的衣櫥 第一眼的話 應該是這一件外套 這件外套應該是我平常會穿的 最無法駕馭喔 應該是這個裙子吧 我剛剛還研究了一下想說它是裙子嗎這樣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跟在流行裙子上 最終都會回歸到 西裝外套加牛仔褲或是T恤加牛仔褲 小包包我覺得也是素的吧 配衣服或什麼會比較簡單 平常的學界它是屬於比較清新脫俗的 但我覺得它今天有一種安海色味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它蠻像穿著Prada惡魔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我都怕市長不能接受 這上面有星星的通常感覺都可以先來一輪 喝什麼就是毫不猶豫的給它來一杯生皮先 開動了 你要幫你上零雙牛肉 網友都會說我像林佑佳 蛤 哪要殺太多 就是新聞上面都會有留言寫說 欸林佑佳又來了這樣子 在家就是當公主 就是茶來生手飯來張口那種 那你在情人宴前呢是什麼樣子 滿做自己的 要叫她去做什麼的時候我就會說 欸去點餐 不太會撒嬌的類型 都玩別人的小孩子 所以就覺得不知道照顧的那一部分 我有沒有辦法 我滿想去看河馬的 但是因為之前河馬說會癡人 所以也覺得有點害怕 你會比台語而見嗎 有時候會覺得他是老闆 他很震驚在講某些事情的時候 可是他有時候在講一些 五四三 你就會很想跟他講說 喔所以勒 但他還滿可以接受我們這種 這種態度的 還OK 我記得2018那個晚上 就是他選上市長的時候 因為那陣子有一個卡車巡迴 然後他會在上面唱歌 然後很多女生會拿著手機 然後錄他 錄了之後就一邊喊說 他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會想說 天啊你們瘋了嗎 他60歲了 這樣 乾杯一下 耶乾杯 我就給自己一個目標 想說那是不是26歲的時候 可以結婚 但後來發現沒辦法 到30歲的時候 可以變成這樣子的風格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近我的30歲 希望我可以去非洲看動物大遷徙